台北市政府除了羅旺哲發言人之外 日前在公布三位副發言人 分別是國民黨青年團前執行長蕭宇雲 紅愛集團電動車公司前公關徐振璇 以及新北市政府前發言人蔡婉榮 台北市政府要公布三位的副發言人 分別是在我一所邊的是 徐振璇 蕭宇雲 還有蔡婉榮 那台北市政府會持續打造一個 強化型的溝通性政府 未來也會延攬更多的心血加入 來強化對外的發言工作 目前我是認同市長施政的方針 所以也希望結合過去的經驗 來投入公共服務 之前的主要的經歷 其實都是待在媒體業 那後來也有短暫待過企業 那希望就是結合媒體業的經驗 還有產業界服務的經驗 那結合不同領域的經驗 來投入公共服務 來協助市長推動市政 大家好 我是婉榮 那我之前是擔任新北市的副發言人 那現在也是擔任副發言人的角色 那接下來會持續跟市府團隊 一同努力來推動我們的市政 包含市政對外的發言 以及媒體溝通協調 還有處理市長相關的行程 那未來也請大家多多指教 那我相信的話其實 因為市媒體 不管是新媒體也好 社群也好 影片也好 錄製也好 那都是一個趨勢嘛 畢竟現在大家都是以影像為主 那我也相信接下來 不管是市長或是整個市府團隊 我們都會繼續努力 然後希望讓更多人看見 我們台北市目前的市政的規劃 然後讓更多人喜歡台北市 我覺得首先要謝謝市長及市府團隊 給我這個機會 年輕是一個機會沒錯 但是要更謹慎 更有謙卑跟謙虛的心情 去向前輩們學習 我是蕭羽雲 今年24歲 之前在聯合報擔任記者 還有在國民黨中央擔任青年團的執行長 以前都在做新聞採訪撰寫 然後還有參與青年事務 三位年輕副翻言人平均27歲 其中最年輕的蕭羽雲更僅有24歲 被媒體問到如何回應 講完市長接待前客聞者市長 看花燈一事 立刻答題 因為台灣燈會是我們的回歸32年 回到台北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活動 那其實都有 已經有很多國內外的貴賓都來參加 那柯市長今天也會來參加 是我們重要的貴賓 那我們也都很審慎的在安排 相關的行程當中 那其實就是大家都知道 這次的我們的燈會在台北 那不管是剛剛也有提到的 不管是外賓也好 或者是縣市首長也好 尤其是柯市長過去 他在柯市府所幫我們累積下來 或是他們的努力 那都也非常的感謝 所以接下來如果像今天下午的話 大家都知道說 我們有接下來的安排的話 我們都會讓大家知道 那我們一定是非常歡迎大家 也非常歡迎客市長 然後繼續給我們一些意見跟指教 對 台灣燈會的事情 都在飲動室的修整當中 那很歡迎客市長 來給我們指教或是建議 那我們在後續的燈會 請你都會繼續做出 更好的檢查與改善的措施 市府這次延爛年輕心血 加入發言體系 強化對外溝通 協助市政活動和政策的推動 期盼透過輕鬆方式行銷市政 我們三位副發言人 可能會目前是以市政議題 對外發言為主 那也會協助市長行程的規劃 那還有媒體事務上關的協助 當然我覺得因為年輕人嘛 那我們也希望能夠盯取很多年輕人 不同的看法 那因為我們的年齡層也包含 也是蠻廣的 那我們也希望能夠透過 輕鬆有趣的方式來行銷市政 然後當然不除了燈會以外 之後接下來台北市 還有很多不同的 不管是行程也好 或是活動安排也好 我們都會找到更適合的方式 或更有趣的方式 跟大家來推銷行銷市政 對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蔣師傅的團隊呢 就是希望能夠注入更多的 年輕有活力的心血 尤其在過去 包括像媒體實務啦 或是政治上經驗 有相當多的年輕人 都歡迎來加入 那我們也希望 藉由這次的心血加入 來加強這個對外溝通 以及民眾之間的互動 來讓我們的市府團隊 一起來為民服務 從侯家軍轉成蔣家軍的蔡婉榮 也表示 雙倍本來就是共同生活圈 所以會延續過去在新北市 所學習到的經驗 也希望將過去看到學道的 帶來台北市 繼續為市民服務 記者文君 台北報導 至於是 地域